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9号晚在电视讲话中说 政府与反对派在挪威完成了第二轮对话 他并表示他坚信和平是唯一的前进道路 反对派领导人议会主席瓜伊多则表示 此轮对话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马杜罗说第二轮对话在挪威首都奥斯路进行了三天 政府派出的代表由委新闻和通信部长 郝尔赫·罗德里格斯米兰达州州长埃克托尔·罗德里格斯 和外交部长阿雷亚萨 反对派代表团则由议会副主席斯塔林·刚萨雷斯领导 马杜罗说双方前期经过数月秘密沟通才促成此次对话 这非常不容易因此双方需非常谨慎 他认为解决国内危机的方案是维护和平 尊重宪法和谐共存和发展经济 根据民意调查 超过80%的委内瑞拉人民支持和平对话 瓜伊多当天发表声明称 他派出的代表在对话中重申要求马杜罗下台 并重新选举以解决国内危机 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根据声明 反对派将继续在宪法框架内 推翻马杜罗政府的各种努力 同时也会继续参与奥斯陆对话 委政府与反对派本月16号在奥斯陆举行秘密会晤 寻求和平解决国内政治冲突的方法 自16号以来 委内瑞拉国内社会形势基本平稳 反对派没有再组织大型游行示威活动